有关华为手机,在全球市场上的表现和上升空间,其实在此之前于成东曾多次对外发表过阐述过,不过现在有外媒报道称, 华为有望超过三星苹果在2019年成为全球第一智能手机厂商,华为今天表示,由于其高端智能手机的需求强劲,其2018年的消费者业务销售额,达到创纪录的520亿美元,同理增长约50%,消费者业务部门也取代运营商业务部门,成为华为销售额最大的部门。 预测提到,2018年华为凭借多样的产品类型,以及自主研发的芯片产品,其生产量增加了30%,而在此前曾由苹果主导的中国市场,华为的份额也正在不断增加。 该机构认为,华为在2019年,将继续保持它在中国录智能手机市场的地位,同时会专注于开拓如东欧、巴西、南美等新型市场。 事实上,华为一在2018年第二季度,首度单纪超越苹果出货。 此前在知名数据统计公司IDC发布的2018年第三季度全球手机销量排行中,华为出货量达5220万台。 还在第二,苹果出货4190万台,位列其后,华为手机销量再次超越苹果。 而三星手机销量,自2017年第三季度以来,就颓势尽险,中国市场节节半退,印度市场被小米超越,非洲市场业油团也一手把持。 此外,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于成东宣布,华为正式推出性能最强的5G终端基带芯片BELL ONG5000,支持A和SB双架构,支持3G,4G和5G,同时具备能耗更低,延时更短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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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